巴马玩具 抢食物的猴子 小松鼠在树下吃果子 猴子跑过来抢走了 小松鼠哇哇地大哭起来 惊动了妈妈 它走了过来 看到小松鼠被猴子欺负 很生气 便和猴子打了起来 可打了很久都没分出胜负 猪妈妈在超市买完水果 回家经过森林时 刚好看见了这一幕 于是赶紧过去阻止 原来是猴子抢了小松鼠的食物 小猴子 抢别人东西是不对的 可是我好饿呀 猪妈妈拿了香蕉给它吃 又拿了两个橘子给小松鼠 并且告诉小猴子 做了错事应该道歉 猴子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 不该抢你的东西 没关系 松鼠和猴子开心地吃着东西 猪妈妈拎着剩下的水果回家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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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